在我国的俗语中,有一句叫做来者不善,善者不来,这句话用来形容面对陌生人时,要提高警惕,防止受到不良影响,家庭是每个人的避风港,然而,有时候,我们会发现,家里出现的陌生人可能并非善类,那么,哪些陌生人需要我们警惕呢?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第一,第一个生人,不认识的熊孩子,当一个家庭中出现我们认识或熟悉的熊孩子的时候,其实是非常常见的,但当这个熊孩子我们并不认识的时候,就一定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了,家庭之中的各个成员一定都是相互熟悉,并且都能够为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的。 而熊孩子的出现,会破坏这种家庭平衡,它很有可能为家庭带来麻烦,尤其是我们不认识或不熟悉的熊孩子,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更多的。 比如,有的家庭可能会有小孩子并不认识父母亲戚的小孩,当亲戚的小孩是熊孩子并且到自己家来的时候,这些熊孩子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他们不认识的熊孩子。 熊孩子如果破坏了家庭中孩子们的玩具,便会不利于家庭的和谐和运转。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,关于生人的典故和故事有很多,其中,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则故事便是《论语》中孔子的教诲。 《论语》,学儿,篇中,孔子曰,巧言令色,嫌疑人,这里的生人便是只不认识的熊孩子。 孔子认为,那些擅长花言巧语和讨好他人的人,往往难以成为真正的君子,因为他们缺乏真诚和政治。 以这则故事为基础,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真诚、正直和仁爱。 而这些品质正是一个人成为有道德、有品质的人的重要标志。 相反,那些不认识的熊孩子正是缺乏这些品质的人,他们在生活中往往不受人欢迎,难以与人建立深厚的友谊。 因此,家庭中如果出现并不认识的熊孩子的时候,尽管熊孩子自身可能没有意识到,但我们一定要自己产生警惕,因为熊孩子无意间的行为可能会给这个家庭带来麻烦,那也就是无意中透露了恶意。 第二个生人,不熟悉的邻居。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邻居,有的邻居是常常能够见到面。 互相非常熟悉的邻居,而有的邻居则是由于一些原因并不是与家庭非常熟悉的邻居。邻居本身并没有恶意,但有的时候如果家庭中有不熟悉的邻居来访,他可能会对家庭存有恶意。 老人言重认为,一般邻居到访,都应该提前打声招呼,或者询问主人家,但有些不熟悉的邻居没有自己是生人的意识,不请自来不说,还在主人家乱翻乱,这样的行为很明显就是对主人家充满恶意的。 所以当我们家中不熟悉的邻居到访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,注意观察邻居的行为,不必明显,但一定不能放松。 第三个生人,不了解的朋友。 曾经听过有人说这样一句话,一般的朋友常常是因为有事才会与你联系,而除了微信上的联系,还有的朋友会直接找上家里来,但到家里来的朋友,有一些是我们并不了解的。 不了解的朋友到我们家里,他也就算是生人,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人之一。 普通朋友找上门来,可能是有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,而如果是我们不了解的朋友,我们是难以揣夺他们的心思的。 在我国的国学经典中,孔子曾说,一者三有,损者三有,有值,有量,有多闻,意义,有便僻,有善柔,有便宁,损义。 这里的有值,有量,有多闻就是指那些值得交往的朋友,他们正直,诚实,见多识广,能够给我们带来正能量。 而有便僻,有善柔,有便宁则是那些损友,他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。 对于不了解的朋友,我们应保持警惕,以防备随有所伤,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因为轻信他人而遭受损失的故事。 如《左传》中记载的《郑伯刻断于焉》的故事,郑国的国君郑伯因为轻信了地地段的谗言,对他产生了误解,导致兄弟相残,国家动荡。 又如《史记》中的商样变法,商样在秦国实行变法,虽然起初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,但是由于商样与秦国民间的贵族势力产生了矛盾,导致秦国民间对商样产生了不满。 当秦孝公死后,太子立为秦桧王,公子钱等告商样谋反,商样逃亡至边关,发动政变,秦桧王派兵征伐,结果商样在同地,金山西省渭南市华州区,袁化县,西南,失败战死。 这些历史故事都警示我们,对于不了解的朋友,我们应保持警惕,以防被其误导或利用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要学会分辨义友和损友,对待不了解的朋友,要保持谨慎的态度,避免因为一时疏忽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 同时,我们也要时刻自我反省,努力提升自己的品行,成为别人值得信赖的朋友。 第四个生人,没见过的陌生人。 最必须大家警惕的一种生人,便是没见过面的陌生人,它是真真正正实际意义上的。 一般状况下,大家的家庭中是不容易有没见过的陌生人。 轻率打脚尽道的。 家庭与本人来讲,实际上是十分个人隐私的家庭住址,它意味着这的是,自身在这个全世界的立身处世之处,也是自身的一个独居生活小巢,与全球的联络并没有十分深入与显著。 因此,在我们的家庭中发生了没见过的陌生人,不论是他经他人的详细介绍,忽然闯进,或者他无缘无故地发生在大家大门口的情况下,大家本身都务必要提到十二分的警惕。 在我国的历史上,有许多关于警惕陌生人的故事,这些故事不仅包含了人们的智慧,也充满了对家庭安全的重视。 论语中有一则故事,孔子的一位弟子阎回,他的家被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,这个陌生人称自己是一个远方的客人,想要借宿一晚。 阎回的父亲看到这个陌生人神色不善,心生警惕,便拒绝了这位客人的请求,结果证明,这位陌生人的确是一个贼。 他原本打算在阎回家中行窃,但被警惕的父亲阻止了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对于陌生人,我们应该保持警惕,尤其是当他们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家庭环境中时,我们应该像阎回的父亲一样,用我们的直觉和判断力来保护我们的家庭安全。 在《战国册》中,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,一位名叫孟长军的闲人,他的府邸被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,这位陌生人声称自己是一个远方的使者,带着重要的信件要交给孟长军。 孟长军的门客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骗子,建议孟长军不要接见这位陌生人,但孟长军出于礼貌,还是接见了这位陌生人。 结果,这位陌生人带来的信件真的是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危险的,但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警惕,用我们的判断力来决定是否接见陌生人。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些故事中的智慧。 对于陌生人,我们应该保持警惕,用我们的判断力来保护我们的家庭安全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学会尊重他人,不要轻易打扰别人的生活,做一个有礼貌的陌生人。 总结起来,家庭是每个人的避风港,保护家庭安全是我们的责任。 面对陌生人时,我们需要保持警惕,特别是对于不认识的熊孩子,不熟悉的邻居,不了解的朋友和从未见过的陌生人。 对于熊孩子,我们要注意他们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家庭和谐的行为。 对于不熟悉的邻居,我们要观察他们的行为,提高警惕。 对于不了解的朋友,我们要谨慎对待,以免被其误导或利用。 对于从未见过的陌生人,我们更要保持高度警惕,用我们的直觉和判断力,判断是否接纳他们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学习历史智慧,借助典故和故事的教导,警惕陌生人的实际意义。 我们要尊重他人的隐私和安全,做一个有礼貌的陌生人,保护家庭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 只有保护好自己的家庭,才能让我们的避风港更加安全温暖。 所以,当面对陌生人时,让我们时刻保持警惕,善用智慧和判断力,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,让我们相互关爱,理解和尊重,共同构建一个和谐,温馨的家庭。 来者不善,善者不来。 这句话提醒我们,面对陌生人时,我们需要提高警惕,无论是突然出现的朋友,还是频繁拜访的亲戚,或者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邻居,甚至是神秘莫测的维修工,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家庭,防止受到不良影响。 同时,我们也需要学会如何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,避免因为自己的疏忽,导致家庭陷入困境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